这是一道送分题 本市平素裁军来自原版植物大战僵尸 从图鉴上 我们可以看到 西瓜投手的伤害是大 冰瓜投手的伤害是非常高 那它们的实际伤害 谁更高呢 A.西瓜投手伤害更高 B.冰瓜投手伤害更高 C.它们伤害一样高 请看完整视频 两个投手的伤害一样高 正确答案选择C 第二题 基础题 植物大战僵尸 已经发售多少年了 特别提示 包含游戏发售的那一年 A.12年 B.13年 C.14年 请看完整视频 植物大战僵尸 是2009年发售的 正确答案选择B 植物大战僵尸 已经发售13年 第三题 一错题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我们把大喷菇 种植在3-3位置 它能不能消灭路障僵尸 A.能消灭路障僵尸 B.不能消灭路障僵尸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大喷菇不能消灭路障僵尸 第四题 判断题 有粉丝说 原版的巨人僵尸 能砸扁高坚果 请问这句话是否正确 A.正确 B.错误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A 这句话正确 原版的巨人僵尸 能砸扁高坚果 第五题 附加题 当五半僵尸 和小鬼僵尸相遇 谁的血量更多 A.五半僵尸 血量更多 B.小鬼 僵尸血量更多 C.他们血量一样多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C.五半僵尸 和小鬼僵尸血量一样多 都是270点 当然 也有可能是医生眼睛又瞎了 如果有错误 欢迎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